Hello 大家好 今次想和你們分享一下 由懷孕的時候 去到BB出生做新手媽媽 我覺得很好用的一些因物 但其實這些這麼貼身的東西 我之前都會覺得 都是很過人的 適合我又未必適合你 所以我在買的時候 其實我都看很多不同人的分享 所以今天我都是講一下 我對這些東西的感受 他們的特點 缺點 大家記得在入手之前 可能要多看幾個人的分享 才好給錢買 我們現在就開始分享 我大概拖到四個月的時候 就開始用托腹帶 因為很多媽媽跟我說 不要去到肚子成為負擔 才用托腹帶 早點拖著 讓皮膚拉斜可以少一點 讓自己的腰承托好一點 就不用用小腰的力 雖然去到後期都會辛苦 但我覺得可以令到肚子沒有紋 還有肚子的位置是舒服的 我覺得都可以介紹給大家用 一開始四個多月的時候 我用的這條 叫做010 maternity 包的肚子那裡 其實就是這麼幼的 你看到它的帶很長 其實它就是要這樣穿過了這裡 包上前面這樣 這樣貼著 再這樣貼著 你就會想到 是這樣用的 這條帶 但你看到有一個問題 就是因為它有剛才 把那條帶穿過去的東西 所以如果去廁所的時候 我就會習慣脫掉這條帶 因為有時你會穿褲子 所以就要整條脫掉 然後穿的時候又要穿這個洞 是有一個地方不太方便 除此之外我都覺得是OK的 因為它的質地是挺舒服 還有包肚子這塊是厚的 老實說 剛好可能在頭 還是說4、5個月的時候 其實你會覺得是有一點保護 好像安樂一點 所以這條我覺得OK的 中規中矩 不是特別推薦的 但我又用過覺得可以 去到印後期的時候 我就是用六甲村的這一條 這一條其實我想 大家可能都見過的 這樣的 上面一條包著肚子的頂一條 下面一條包著肚子的底 後面就有一個背托 背托這裡又有個位置讓你入暖包 但其實每個人都熱得瘋了 印斧應該都不會入暖包 它就不是整個肚子包著 由於我去到印後期 都已經有差不多是夏天 所以我就選了這個款 這個叫做薄蟬翼款 它就不會整個肚子包著你 就只是一條在頂一條在底撈住 但出奇地我是覺得很受力的 因為它的背部其實是有幾條骨 這幾條骨是挺硬正的 但因為它不是很長 所以不至於這樣又硬到這樣 我覺得每件事都挺欺負到好處 又夠承托力 但又很薄 而且又不會整個肚子蓋住 上下兩條帶就托得不錯 所以如果媽媽你的印後期都是夏天的話 你就可以考慮一下這個款 我覺得是不錯的 好了 生了之後 生了之後很多人都 開刀孖通常都會有一點保護 但因為醫院那條是很硬的 睡覺的時候就不是很舒服的 當然你下床或走來走去 用醫院那條真的好厲害的 夾緊了 但在家裡我就沒有特別用犬印的這一條 你真的看到沒有任何特別的 又想包一下它 在箱口的外面 有時你餵奶 你不想它插住你的氣門 我就選了一條軟軟軟的 選了犬印的這條 這三條就是我選的托福帶 還有開刀後的那條 我也不知道叫甚麼 腰帶 接著就到月亮枕 大家看到肩膀這裡那麼稀薄 都猜到我是選了這些豆豆款 先說一下豆豆款裡面 我就選了這個叫做DOOMOO的牌子 D-O-O-M-O-O 它在豆豆款裡面 原來就算是比較豐滿的 比起有很多在香港都多人用的牌子 它原來是算多豆的 就算你夾住了一塊 它也不會說這裡沒有了 豆豆不知去了哪裏 但其實用豆豆款 整體都會有一個問題 就是會有些位置稀薄了 例如膝蓋夾得來 那個位置你慢慢就發覺 兩個膝蓋開始碰到 或者手握一握一握 那位置就開始碰到 還有我覺得這個有一點問題 就是我喜歡整個都是這個質地 類似棉的質地 但我不知道它發甚麼神經 它的透半的部分是毛巾質地 其實我不喜歡的鞋 因為這邊是滑很多 所以如果他聽到的話 可不可以弄一條完全是這個棉布的版本呢 洗頭水對我來說是極度難找的 你現在看到我的頭髮 雖然沒有好到腫下去 以前都是小 現在都是小 以前都是很乾汗 現在都是很乾汗的 但是如果我不找一隻很好的洗頭水 其實我是死得的 幾年前我介紹過Terrex 真是世界級爛頭髮 只是用它才可以弄得到 我們很多的讀者都是 沒有課的時候就會吹 有你多少話給我聽 因為用小東西都不行 那就糟了 因為我懷孕了的時候 我就很受不了Terrex的味道 我很想吐 所以我一定要找另一隻 但問題來了 我又要它是可以清爽滋潤 因為我又很塌頭髮 但髮尾又很乾汗 然後我又要開始預防脫髮 所以我都要專注找些人肉頭髮 又要選一股味 所以對我來說是極難極難的 其實我不是說找到一支 多厲害多厲害世界級的洗頭水 它只不過是一支200元的洗頭水 但是它符合我剛才說的所有要求 其實這個牌子是一個日本的品牌 叫做Label 而這條Line就叫做 應該是讀VICH吧 我也不知道 V I E G E 這些五個字加上人文怎麼讀 我真的不知道 這條Line其實是給一些 成熟一點的頭皮 尤其是女性 開始是年紀大一點 會有脫髮的時候用的 首先就是我跟日本那邊 查詢一下孕婦用不用得 OK就過關了 然後就知道他們的formula 就是預防脫髮 但不是專為產後脫髮的 但他們都是孕婦頭髮 預防脫髮 有護髮素 有洗頭水 有這支叫做Root Care的鹽水 可以讓你造型 最重要就是真的用後感 因為其實除了Terrex之後 我就用不到任何的洗頭水 是不會令我臭底的 其實因為你懷著寶寶和生了的時候 如果你一起來頭髮 頂有黏 底有乾乾 其實真的是一件好臭的事 我好難找洗頭水 總之就是好滴滴 又順 又不是很乾乾 又漂亮 已經是很難的 對我來說 他都做到 再加上我又OK他的眉 他又做到 你看我本身是很少頭髮 陀女是會多了 但之後都沒有特別少 我覺得每樣都是符合我的要求 所以我都很推薦給大家 如果你們有興趣的話 我都選擇去上架 店鋪也有得買 我覺得大家真的可以入手 一個電子燉鐘 其實之前都有說過 今天拿了真身出來給大家看 只有那幾個按鈕 就是煮粥 燉湯 BB粥 燕窩 花膠 和補溫 它裏面有個內膽 只有這麼小 其實我之前坐月的時候 老人家就會覺得 唉 浪費氣 另外拿一隻鑊精 那些 那些 但其實你要知道 你是九成時間 我自己 都是只有你兩夫妻在家 其實那些東西 我真的不喜歡 賣得太大 那我的煲 和煎餅 我都盡量 是真的 the right size 所以這個 我覺得都OK 因為你如果 你買一隻烏雞回來 你可以斬開去幾份 你真的分開幾天喝都可以 那我自己坐月的時候 我就等些什麼呢 其實我也有跟大家說過 我就有那個28加2 但是 因為我已經喝光了 所以我就拿他的Friend出來 這個就是那個月子四寶 其實他們都是這樣 一大盒 然後裡面就有你要的東西 它就是有 譬如炒米茶 這樣 它就是 一盒盒裡面 你拆開它 真空包裝 和你入了茶包 那些炒米茶 可能都有四個 即是進階版 越來越 從開始的時候很清淨 只有米 可能加些果皮 加些原肉 去和你分了階段 那個28加2 應該大家可能都會知道 是什麼 其實就是一個喝過幾月 有三十幾包的 即是中藥的一個方法 來的 有那些生髮湯 第一湯第二湯 第三湯大補湯 那些 所以如果你有一個燉鐘 就容易了 連爐頭都省了 因為爐頭可能你陪月 或者你家人會用來煮東西 是給你們吃的 燉鐘就插著了 就放在哪裏燉都可以 一包 其實剪了真空包裝的藥材 就放進去裡面 你可以加上幾件烏雞 或者加瘦肉 或者有時候 其實我就不加任何肉 只去燉那個藥材湯都OK 我覺得很有料 因為其實開刀是虛弱的 而且不是一開始就補的 可能我都是坐月那時候的後半段 才開始喝的 那一路去沙漸很高 一路去剛剛喝第二個月的時候 都會覺得 好像是很虛弱 好像是你看省省眼高 因為睡省不夠 但是你跟著去從而渐進的喝 然後就喝到大補湯 真的是這兩天 顆大補湯是很清新的 而且不會苦的 喝完大寶湯之後就覺得 行了 完了整個course的28加2就精神了 這個是真是親身體驗 還有他都給你漂亮的藥材 漂亮的高麗芯 漂亮的綠容 不是很流的那些 還有他就根據藥點就幫你切好了 藥材為什麼會這麼小粒呢 就因為他幫你根據每一種藥 譬如要一個什麼角度去切 幾大粒幾小粒那些 去幫你搞定 都是跟剛才那包炒米茶一樣的 那他就一包東西這樣 你放在椅子上加水 蓋上它 按兩個半鐘 那就搞定 天天都是這樣 我覺得這個是非常好的 是很少功夫的 消毒奶瓶我自己本身有兩部steam機 但我最後都是選了UV機 因為用steam機 我有一個位置真的沒辦法明白的 就是喝完奶瓶 可能你都兩三個 你才用洗奶瓶的洗潔精去洗 擦擦擦擦擦擦 之後就拿去steam steam完之後又要倒轉它 放乾它 然後問題就來了 你又要拿它出來 然後我就買了擺麵包的盒子去擺 但你又要打開那個蓋 因為你蓋住它的話 它就乾不了 你打開蓋 然後你就放了奶瓶在那裡 然後就吹乾它 你又完全是把它expose在空氣的當中 steam它之前和steam它之後 究竟有個分別是什麼呢 我就是很看不透 用UV機就很簡單 濕粒粒的 然後就打開UV機 塞進去 然後就按個按鈕 然後它就控干 消毒 然後你就放在裡面 然後我就覺得 一部UV機就搞定了 我為什麼要這樣 所以之後呢 那幾部steam機就給人了 car seat是一件很重要的東西 而我就選了Duna 其實它那個car seat 是可以拿下來當BB車的 所以我就覺得都很划算 頭兩個幾月 我都沒有用過它來做BB車 因為我也是抱 因為覺得很小 你出街 它一離開了你的身體一尺以外 你就覺得它會有危險的了 所以我就用來做car seat 還有其實它再小一點 我知道這樣是不對的 好像說在美國 其實是所有BB 無論多小都要擺car seat 但真的不忍心 因為太小的時候 媽媽永遠都覺得自己的懷抱 是比car seat安全的 但我知道不是的 新鮮的時候我也是攬罪坐 就算是新鮮也好 其實都會累 因為你知道BB 你是不一定可以懸抱它的 它有時候要在一個特定的角度 你抱它 讓它可以看到風景 看這裏又不喜歡 又要看那裏 抱得久 你就真的太累了 因為我去探父母的時候 車程都很長 我這樣抱就很不行了 後來就 還是不行 還是要用car seat 然後就覺得 這個真的太好了 因為它一坐在裡面 其實它比我開心 我是幻想 你應該最喜歡就是讓我抱住 但是其實它坐的car seat是很安靜的 真的會靜靜地看風景 還有我會以為到頭車是不舒服的 但其實原來它沒有什麼 還有你也知道坐車的時候 你也會睡著的 如果你又要在car seat那裏 挖它出來 撐起它 然後換車 也挺煩的 所以這格就不錯 你就可以整個car seat 就這樣搬下來 就可以跟它 照推著 它推回家 就不用弄醒它了 哇 好重 那洗澡盆呢 我就選了這個叫做 Sobo的洗澡盆 要拿著給大家看的 就是因為很特別 它是軟的 它很挺的 它不會 你知道摺疊的那些款 匆匆 全部摺起來了 然後裡面的水就好像瀑布和河流 湧下來那些 我經常都覺得這個場面很壯烈 但又好笑 它不會的 它整個真的挺身的 它不會摺起來 或者是軟了 還有你看看官網 它有條片 就是一隻雞蛋 掉下去都不會爛的 是挺好的 而且下面有個溫度顯示 即是太熱的話 它會提醒你 這個洗澡盆 我覺得是真的很不錯的 因為其實它有兩個不同的尺寸 我們現在新鮮滾熱 濕粒粒的拿出來 都用到現在四個多月了 由Newborn開始就是用這個 我沒有用網那些 所以我不知道對不對 因為你知道那些網 不是Universal的 不是每一個盆都對的 但是因為我們是兜著它 而且我兩個人一起沖 所以它其實是挺深的 可能對父母來說 不是那麼容易用的 但我覺得很安全 而且它用得很舒服 而且我女兒是很喜歡洗澡 因為這個盆盆是很開心的 這個大家也可以買來 跟小朋友玩一下 我老公拿了一隻雞蛋出來 大家想不想看一下 很難說的 成功失敗的東西 真是不知道 儘管試試吧 你扔下來 不是拋啊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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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厲害啊 好厲害啊 真的沒事啊 我還打算它 你不要這樣落我面子 這樣拋高 我打算讓它輕輕放低 但是真的厲害 你也看到拋物線的拋下來 真的沒事 它就是這樣的材質 所以大家真的可以試一下這個洗澡 所以我很推薦的 希望無論是拋著寶寶的你 還是新手媽媽 如果你都在選擇 以上的物件的話 今天的分享會幫到你 大家也可以踴躍留言給我 還有IG 可以的話 我也有時候會開聊天室 大家也可以留言問問我 其實臭寶寶呢 我覺得都是很個人的 就是你用開的物件 或者是你的習慣 真的每個人都不同 我就很喜歡剛才說的幾件事 不知道合不合你們用呢 你們有留言告訴我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